欢迎大家观看游蜜士君给大家带来的本期精彩内容。 中国道家自古就被世人看作是一个神秘的学派,对道家有所了解的朋友,应该都知道道家有一门绝技叫做川墙树。 道家的川墙树,讲究心如止水,不动如山,精神贯注,力从人界,气有几发,并且非常注重开河。 河便是开,开意是河,道家认为,如果能彻底参透开河,便能知晓阴阳。 我们小时候可能看过一些影视作品,或者是动画片。 劳山道士,在师父的指点下,念过一段咒语,一边念着一边就可以从墙上穿过去,我们一定都很奇怪,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? 我们当然不能用这种说法来解释,什么法术咒语,就可以穿墙而过。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,肯定是虚构的。 但是不是说这种情况就绝对不存在。 小编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,是量子力学中的隧道效应,其实就是和影视作品中的穿墙术很是类似,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。 在印度的加尔各达,印度超自然现象研究院,特意修了三道钢筋水泥墙。 69岁的印度教圣人瑜伽师科沙里拉拉尔,同意当着一群科学家和新闻记者的面,表演他的短途飞行和穿墙能力。 这个圣人在穿墙之前首先发工,使自己进入一个恍惚状态,然后飞穿印度超自然现象研究院的两道钢筋水泥墙,一点事都没有。 但在穿越第三道六英尺后的墙时,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 瑜伽师没有成功地穿越过去,但他也没有被墙撞回,而是头里穿过墙壁,脚还在墙的这一侧。 身体却淹没在水泥墙中。 他的身体不是独立地存在于水泥和沙子里,而是充分的和沙子。 水泥融合在一起,他身体至今还限合在那墙中。 这道有着瑜伽大师科沙里拉拉尔头角的水泥墙,至今还保留着。 供人们评调,在中国坚决反对特异功能的主流科学家,我建议最好去印度看看。 而不只是在国内耍嘴皮。 现场有200名科学家、研究员和新闻记者都压缺无声。 现场出现了意外,而他们却无能为力。 超自然现象研究员加雅博士说, 我们试图与他沟通,但他不能讲话。 我们认为,他的分子已与强分子融合在一起。 如果的确是那样的话,他已跟石头一样,坚硬而失去了生命。 圣人仍然陷在那里。 开始时候,24小时有人守卫,以防有人去触摸他露出墙外的手和脚。 当时有人提议拆墙就出他。 但是科学家一致认为,那样,做会害死那圣人的。 加雅博士说,这是个极壮力的悲剧。 我们的唯一安慰,是他同意穿墙前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。 这不是游戏和魔术。 在有关外星人的遭遇事件报道中,经常提到外星人能穿墙而过。 在我们看来,这些无疑是个神话。 不过,同一场论可以把这种神话变成现实。 一个人走到一堵水泥墙面前,被挡住了,不能够前进。 原因是什么? 一般人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是够蠢的。 但是你仔细地想一想,人们在这个这个问题上,只是具有经验。 其实并没有过细地去分析人,为什么会被水泥墙挡住了。 我们知道人和水泥墙,都是由原子构成。 而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的电子构成。 电子核原子核的体积,加在一起只有原子体积的几千亿分之一。 原子中其实大部分都空的。 原子中的粒子,都是通过电磁力相互作用,而构成了一个整体。 人和水泥墙碰到一起,不是食物粒子的对心碰撞,而是电磁力,把人挡在水泥墙外。 我们只要把人和水泥墙中的电磁力消除掉, 人自然就很容易从水泥墙中穿过去。 这里有两个问题。 一是我们如何使物体中的电磁力消失。 二是物体中的电磁力消失。 物体的结构是否遭到破坏。 我们分析过。 以光速运动的带电粒子电磁特性将消失。 它们之间没有电磁相互作用力。 这个是天然的物体没有电磁作用力的例子。 对于人工制造的物体,没有电磁相互作用力情况。 可行的方法是影响物体所在的空间。 因为人和水泥墙里面的电磁力,都是通过影响所在的空间来实现。 同一场论就是描述空间运动变化的。 它使人们了解了空间的本质。 在掌握了空间的本质后,人们就可以随意地影响和控制空间。 也可以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人工厂。 人能够穿墙而过。 将来使之变成现实做法是。 根据统一场论原理,人们发明一种人工厂。 用这种人工厂,照射到水泥墙上。 当人走到水泥墙边时后, 人和水泥墙里面的电子, 质子及所有带电粒子的电场磁力, 只能够以二维空间分布。 当人走到水泥墙时候, 就像两个平行的梳泽石, 可以轻易地穿过对方。 当然, 以上所做的一切, 都是在不破坏人和墙的物质结构的基础上的。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, 有可能不破坏物质的结构? 这个不好解释。 在前面我们曾指出, 一个物体相对于我们以光速运动。 在我们观察者看来, 这个物体是生活在二维空间中的。 但是, 随着这个物体一同运动的观察者发现自己仍然生活在三维空间中。 这个是一种相对论性效应。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。 在一种人工制造的场照射下, 当人碰到了水泥墙, 人和水泥墙里面的时空结构发生了变化。 人和水泥墙里面的粒子的电磁相互作用力, 本质上就是一种相对运动形式。 如果电磁相互作用力, 是一种具体存在的东西。 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 人穿墙而过人和墙都完好无损。 文中开头提到的克沙里拉尔, 为什么能够穿墙呢? 按照以上的分析, 人体也能够产生以上所说的人工厂。 那么, 人为什么能够产生这种类似以上所说的人工厂呢? 人的大脑发出指令, 是通过神经传递给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位。 而人的身体的各个感觉器官, 从外界获得的刺激, 也是通过神经传递给大脑。 人的神经里面, 是靠什么来传递信息的? 人的神经中的信号传递, 主要是以电信号的形式。 但与电流有区别。 神经元细胞膜内外电位, 在局部产生去击化, 并在神经元表面, 进行阔布传递。 神经元之间的电信号传递由突出完成。 有化学突出和电突出两种。 人身体中的神经, 就像电路中的电线。 通电线路中流动的电流, 是由线路中的带负电的自由电子构成的。 自由电子在线路中乱七八糟的热运动, 加一个定向流动产生了电流。 人身体中的电流, 是由一些化学物质构成。 而这些化学物质带电, 一般是由于这些化学物质中, 含有正离子造成的。 可以认为人的神经像一些闭合的, 循环的带电线路。 只不过, 里面流动的, 主要是带正电的正离子。 在统一场论中认为, 负电盒周围的空间绕这个电盒, 以逆时针旋转运动。 这样的空间简称右旋空间。 正电盒周围空间, 是以顺时针绕这个电盒旋转的。 简称是左旋空间。 我们生活的空间, 大多数都是右旋转空间。 而人体的生物电, 可以产生左旋空间效应。 这个左旋空间可以抵消右旋空间效应。 沙里拉拉尔在穿墙之前, 首先发工, 使自己周围形成左旋空间。 当沙里拉拉尔接近墙时候, 沙里拉拉尔的周围的左旋空间, 使墙的右旋空间发生抵消。 此时, 墙里面的三维空间变成了二雷。 墙和沙里拉拉尔的身体中的质子, 和电子的电场力, 只能沿二维空间分布。 就像两个平行的缩食。 可以轻易地穿过对方。 人穿墙而过的技术, 如果变成现实, 绝对不是为了好玩。 它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巨大的作用。 首先这种技术, 可以广泛地用于焊接。 电汗大家都知道, 直流电的正负及相碰会形成短路。 交流电任意两项电相碰也会短路。 在相碰的地方瞬间产生高热。 短路所形成的高温, 可以迅速地两块铁板融化。 从而将两块铁板焊到一起。 如果制造出以上所说的一种人工厂, 将它对两块铁板照射。 铁板里面的空间发生变化。 两块铁板可以轻易地切入到对方。 就像以上所说的人身体能够进入到水泥墙里面。 此时我们一走这个人工厂, 两块铁板就可以焊接到一起了。 这种焊接技术, 是传统焊接技术所能沉默及的。 有着许多优点。 一、 由于是冷汗, 不会引起材料的变形。 二、 在强度方面, 也是传统技术无法达到的。 三、 可以实行一种材料的焊接。 四、 大件, 复杂物品可以随意焊接。 五、 可以快速, 大规模的工业化焊接。 在材料的制造上, 人工厂也会大显身手。 不但可以制造出许多奇异的、 优良的材料。 而且制造的速度也可以大大的提高。 可以使制造的成本大幅度降低。 使人类的住房、 出行、 其方方面面的生活成本, 以百倍的幅度降低。 速度百倍的提高。 从而影响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。 在医学上, 给病人的内脏做手术。 开长坡度就可以免了。 直接就可以在内方上做手术。 在工业制造中, 人工厂将在各种领域里创造神话。 将来, 你可以看到, 车床看不见车刀, 切割机看不见刀片, 钻孔机看不见钻头, 打装机看不见锤, 一切仿佛都是看不见的力在发挥作用。 形象地说, 人类到了一个虚利时代。 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, 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。 如果您喜欢密室君, 还可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, 每天都有精彩内容带给大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